有多少人 你們在哪個位置 幾個月前在這裏 其中一條樓梯拍照 女朋友突然在後面很大力拍她 快點走 害怕到哭 落到街出了大坑西範圍 原來她拍照的時候 她說一直都覺得一個 HELLO大家好我是AP 我是KBB 經過這個大坑西探險之旅之後 我打算這輩子都應該不用回來 因為這裏沒有鬼故 但是這條片結束之後 有很多人留言給我 這裏超級多鬼故 所以我就決定回去搞一個 大坑西深夜靈探之旅 鬼故就很多 暫時就不趕著 我們不如逐個逐個地方去 去到那裏才跟大家說 不過我發現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上次我探訪的時候 我就說 經常都見到好像有個影子 原來很多人都遇到 所以可能不是錯覺 第二件事就是 原來這裏每一層的頂樓 是特別陰森恐怖的 而且是因為比較少人住 所以都建議我上去看看 八層哪船走人 當然好 我現在已經想坐地 那我們第一站去哪裏 我們現在第一站先去文樂樓 我們現在繼續走文樂樓 但我先問問KBB 這個位置就是我上次見到 男人的位置 你有沒有覺得頭痛 還好 這次沒有什麼 是 因為上次你的頭痛 其實我看你那天恐怖護載線 還有看你的影片 都是極度頭痛的 加上我今天呢 你真的會選 今天是我 女性周期不適的第一天 我本身就已經有點頭痛 所以沒關係 上次女性周期 很容易 感到 你覺得剛才的表演很棒 謝謝 可以 來一次 聯絡到 好了 我們到文樂樓了 原來是通洞的位 這個就是文樂樓 不過很過晚 還有聖誕燈飾去 撒一下撒一下 對呀 為什麼那麼美呢 我們現在來到文樂樓的正門 文樂樓發生了什麼事呢 網民就跟我說,文樂樓,你扭了一層最陰森特色單位是沒有去的 就是在馬路地面下層單位,晚上去一定超恐怖 就叫我去文強和文樂樓的地路逛逛逛 以前住滿人都不敢去,氣氛一流 而且曾經一件事發生過,就是在這裡 好像有個學生妹妹在跳樓,就在一個碑字的位置 還說有個婆婆曾經浪山的時候,不小心掉進去逛逛 而且他說印象水深刻,那次整條村停電 翌日深刻說找到一個老夫婦走了幾天的遺體 而且他報了一句,說這裡的公園應該傳到村罪陰 那我們就應該去這個地路看看 因為他說以前就算是專門的人都不敢去 地路是不是我們要上了一樓,然後再在那裡下去呢? 走到不知道 先走了上去,看看那個地方沒辦法下去 地路就是在說下面這一排,因為這裡應該是地面 這裡上去,我上次都沒有留意到,原來有地路這一層 但其實這樣看起來都很光猛 其實我又不覺得有多恐怖 還有一樓 咦? 是不是在下面呢? 咦? 我覺得現在恐怖了 是啊,我怕你怕 原來還有,這裡叫閣樓 咦?這麼短?為甚麼封了? 有個牆,擋住了 我們先看看,為甚麼要封住牆 我怎麼知道它的設計 真的挺恐怖 是啊 特色單位 特色單位是甚麼?漂亮一點?大一點? 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但它真的只有M1至M3 對,那麼有趣 通到哪裡? 不是,要出去的 我們可能要在中間走 其實 我們錯了 出回來,但我們可以看看 因為出到它好像都有特別的單位 這個? 咦?這裡可以通過進去 嘩,這個設計這麼複雜 怎麼辦?這段影片何時拍完 只是一個地方都交了那麼久 這個? 嘩,真是不停鏡,這麼恐怖 我經過一個單位都很害怕 我怕有東西彈出來 我想說很辛苦 這裡是斜路 嘩,前面很黑 停電 甚麼?前面是出去了,對吧? 應該不是 前面是單位來的 還是單位? 是呀,但是沒有燈 你先走 為什麼? 好黑啊,好破啊 是前面是箭頭來的 對,我們看看那邊是甚麼 是不是有單位? 走前看看 沒有啊 嘩,光管壞了而已 沒甚麼 都幾焗粗 好焗啊 因為這裡不通風 還有 咦? 啊,怎麼了? 走一聲 而且這裡很窄啊 我們簡直是不可以兩個人並排走 所以感覺是很悶悶的感覺 不如我們出發再說 好 又未至於不敢走 但是,嘩,這裡真的很熱 而且都頗不方便 我們要上樓上 其實要去那邊 是啊 而且設計在這裡走進去 是越來越窄的 還有越來越斜 是啊 好 好,Anyway 我們現在 出發第二個地方 我們現在就經過公園 聽說就是整條村最陰的地方 還有其實現在大約 某個時間 它就會關門了 所以你看到裡面 全部都是黑蜜蜜 沒有人 還有它這個 整條村圍住在正中間的 設計 但我剛才也是在這裡玩 是 在這裡住 就不覺得有甚麼 是不是? 沒錯 真的開心 回來我之前拍intro的位置 這裡的故事就說 問你樓 人們跟我說可以上去的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到天台 因為天台 就比較恐怖 再加上說這裡曾經人跳過樓 所以就叫我回來上去天台 看看 還有我想說 之前就在拍intro的位置 我就是瞄到 你的身後就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 是黑影 接著就經過我就嚇一嚇 就是這裡 沒錯 多少層? 八層 出發 Go 休息一下 現在才是日漏了 不是 因為我們在這裡說說鬼故 好 在這裡我和大家分享的鬼故 就是這裡的石橋 分享給我的 有一位石橋跟我說 大閃西村的確全人24小時 村內村外都是大量的靈體 尤其是村內的走廊 我日頭巡邏時都十分之暗 經常巡邏時要到達到旁邊 用鑰匙開… 你看到嗎? 聽到嗎? 好像開木材的聲音… 剛剛我有機械滴滴滴滴滴滴滴的 是的 但木材的話應該會更會更香 那我用鑰匙開木箱籤簽 咩? 經常都覺得有個男人在後面監視工作 但當轉頭的時候 發現整條走廊空空如有一個人都沒有 為什麼覺得有男人在我後面監視我呢 就是因為我經常聽到一筆很微弱很沉的男人哼聲 距離我身後大概一呎左右 我是在下午四點巡邏的 在今年3月15日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而且他就說 在村民搬走的時候 沒有帶走一些神位或者土地公的牌 全部放在垃圾房下面很不尊重 應該用紅紙包起來做安紙 就說他們很不供心 連他也跟我一樣覺得有一個男人 就是這些 在土地位正常來說 你應該要用紅紙包走去安紙 就說很多戶都沒有這麼做 甚至乎放在垃圾房 我們繼續上去 對面那棟只有一個單位有人住 哦 是啊 整棟都沒有人 幸好他住在矮 如果住在八樓就死了 先休息一下 我們真是散 原來這裡只有七樓 我先說有觀眾跟我說 沒問題啊 八樓而已 你走慣樓梯 你住在這裡 你會習慣的 但我想說不是乖不乖的問題 是走七八層樓梯 真的很累 是 我想說這裡是有黏了一些褲 是 老實說 嗯 我還不覺得頂樓特別陰森 哇這層層差不多 是 基本上我們總餐一個地方沒去 就是這個文強樓的地路 如果只是說鬼故 就有網友說 她朋友在這裡住過 晚上有小朋友靈體 在她家裡玩 還有有婆婆靈體床尾拍她 還有呢 因為呢 最近呢 殘味道 有很多人來拍照 有幾多人分享 就說 幾個月之前 在這裡 其中一條樓梯拍照 女朋友突然間 在後面很大力拍她 哇 快點走 怕到涵 落到街 出了這個大坑西範圍 原來她拍照的時候 她說一直都覺得 一個 我一直都覺得 有一個男人的身形 的東西 是一個影子 看著她們 剛才有鐵閘聲 是 我問有人住呢 是 趁這個時候再說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 有居民就說 以前在家人睡覺的時候 經常被鬼壓 然後也看到有宮女的靈體出現 這麼誇張 高樓 這些可能是 我都吃了 一些白白色 老鼠 我們不如再走一遍 這邊 剛才你說的民強樓 地下 就是這一座 前面座也是 對 因為這一座很暗 整個感覺都不太好 你看我身後 其實這是民具 而且是有露台 那個不是露台 對 只有一塊板 挺有趣 還有手在這裡 手仔 這層跳樓 加上 DNO 特別陰森恐怖 我們在這個位置 嘗試用 用盒子 大閑西的靈 現場是否有靈體 你們有多少個靈體 你們有多少人 你們有多少人 多少人 你們是在哪個位置 都幾… 有很多不同的射 你們在多少樓 多少樓 或者你們在哪個單位 幾號單位 幾號單位 183 很多聲音 但是又像又不像 都聽不到 我們基本上 都是回到一個地方去 再補多個鬼故 因為我們現在是走廊 所以我們分享走廊的鬼故 就是 有居民說 之前在走廊遇到男鄰居 大家迎面而行 當時朋友留意到鄰居的手袖特別寬大 但經過對方身後 朋友看回後去 看到有一個好蒙的小朋友身影 也是穿著大氣寬袖的白色底衣 然後鄰居朋友嚇到炮落樓 接著的鬼故 我們下回才說 因為是關於下面的大街 我們適逢經過大街這條路 我們就說最後一個鬼故 就說記得有一晚 大約八九點左右 吃完回家 就經過石杰尾的地鐵站 就會穿過大坑西 穿回南山村 就是這條路 那條路就在看電話 突然間就好像有個男人在他旁邊說話 他一抬頭就沒有人 還有可能當時已經在擦 那條路很安靜很少人走 而且感覺到有風吹過 之後他就慢慢走回去 大家能否感受到他的感受 我們現在就在文強樓 但是我看到地上那層 看不到一個地牢 可以上去 這個不是下去的 不是的 那或者我們進去清洗樓 然後看看那邊有否可以進去 可以 嘩 這麼恐怖 裡面沒有單位 好像有可以進去 是的 這個就是真的恐怖嗎 不是的 這裡到哪裡 這裡有垃圾房外面 這裡就是垃圾房後面 我就說這個位置經常有人大叫 又出來了 但是這個觀眾說是有 沒有啊 但是 這裡真的沒有 如果有 就是前面這棟 這棟下面就有 是的 這棟就不是了 觀眾說的那棟 我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我見過這裡的居民會開個討論 有些群組在這裡討論 說不知道哪一棟 幾點 什麼時候 有什麼黑衣人 還是什麼人在這裡 總之都搜集 可能說這間公司 派別人來 我們檢查一下單位 在說我們 不是 我們拍片而已 不是 他們守望相助 哦 挺好的 你有沒有加入過群組 我不知道是不是群組 我在Google找 我們在這裡走下去 還是這裡走下去 這裡 這裡是二樓 是的 這樓層挺複雜 很多層都不是地樓 這裡就是香港平民屋魚館公司辦事處 就是管理屋村的公司 這裡不是住的 這是廁所 有餐廳 這裡不是住的 哦 是的 這位居民說 以前這裡有餐廳 有餐廳很多東西 對 現在原來變成這樣 哦 原來這裡下面 地樓不是住的 這裡是交環單位 還有這裡是餐廳 哇 這裡這麼恐怖 有些恐怖 這裡就是剛才上去的位置 是的 這裡有一個廁所 什麼來的 還可以放 又出來了 我們每次都自己營造恐怖氣氛 我們不如先看看商場吧 這些店舖應該都沒有人 哇 很舊式的髮型屋 哇 這間挺漂亮 是的 叫禮宮 以前這些人很喜歡禮宮 這些髮型屋可以在電爆炸暖霧頭 你喜歡這些嗎 不是 想起來挺漂亮的 潮流輕的嘛 有藥行 有餐廳 文具公司 補習石 這間茶餐廳好像很好吃 我現在經常都找這些冰室 這些冰室很多地方都收拾了 你看這些有沒有窗衫 這些味道很小 比住屋村才會有的 其實我沒見過 貼地一點 很貼地 我們又回到大街了 真開心 回到大街 我們意味住 這些人才知道 圓結了 有位置坐 哦 OK 先坐一會 我們現在回到文樂樓的位置 差不多了 我們說完這條鬼故 然後去完大家說的地方 基本上 除了在地樓外人道之外 是 反而今天 可能和一隻客人 我不覺得真的有客人 真的很陰陰心心 某幾座 真心 是的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或鬼故 歡迎留言 之前大家在上一條片裡留言 基本上所有地方 所有東西 我們都看了 都說了 今天我們都用另一個盒子試了一會兒 不知道聽不聽到什麼 我們應該差不多離開了 現在都凌晨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訂閱 給個like share 訂閱APPB731 加上KBB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的IG 就是這樣 大家早上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